海口一名小学生遭到班主任体罚 最近海口一名五年级的学生小浩 因其模仿家长字迹 在作业本上签名 被班主任发现受到了惩戒 小浩的面部和太阳穴位置 出现了明显的红肿 被诊断为软组织挫伤 小浩称头上的伤痕 是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用戒尺拍打锁制 目前校方表示 已对该名老师进行记过处分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对于孩子的不恰当不合适行为 老师可以科学地实施教育惩戒 做到尺度和温度并存 教育惩戒 理应既要有尊重学生 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关爱 也要有教育学生遵守规则 增强自律 改过向上的严厉 每位老师在何种过错程度下 可适用相匹配的惩戒力度 做到客观公正 合法合规 适当适度 而不应该随意化 个人化 情绪化 家长也才能安心地将孩子送到学校 那通过此次事件 教师和教育部门都应以此为界 认真学习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行的内容 对自身存在的不当行为 及时纠篇 对自身存在 中小学教育部门都应该评论 中小学教育部门都应该评论